此季在社區的育佛行動是持續進行當中 在花蓮的行動育佛車 是前往了榮民之家還有菜市場 而菜市場也有店家感恩回饋 他捐出了一日所得要援助花蓮強震 行動育佛車來到美輪菜市場 邀請買菜的民眾撥控育佛 你這樣想像我跟副作公文 你這樣偷偷跟我說你跟副作公說什麼 我給大家平安 稍微給大家平安 大家現在有這個家人大家平平安 外省也是安心 我給你照顧 志工甚至化身快閃店長幫忙照顧店面 讓店家也能安心育佛 就是只有一個人顧店 我就說好 我幫你顧店 像賣饅頭的那個老闆娘 我說你先去育佛我幫你顧店 我會幫他賣 他說好 那還有賣菜的 還有賣那個水果的 就把他顧客公開 愛的循環引發善的效應 很有善心喔 有的送花 還有有的送菜 還有有的有監管 所以要給栽米 也有素食店要捐出一日所得 舉辦一日間希望大家一起來共餐 我幫你吃飯 我監管 我們上照顧 爺爺我們喝茶 這個花來祝福你平安 好 吉祥 來到榮民之家 長輩們出來透透氣 心情也不一樣 很愉快 很平安 好久沒看在我了 帶給我們長輩 都有一個很大的心靈的慰藉 這一點就是非常感謝慈濟 行動與佛車四天八場 走進菜市場 養護之家 社區據點 福氣站等 廣邀民眾共募佛恩 當然新聞正善美志工黃耀男 郭慶斌 張揚川 花蓮報導